因為受到電影賽德克巴萊的影響 只要跟物色事件有關的地方 像是物色事件紀念碑 或是烈士遺囑 現在所居住的南投仁愛鄉 名叫川中島的清流部落 都成為許多人探訪旅遊的地方 也因為如此 許多部落居民 紛紛在街道上做起小生意 來賺些外款 剛開始天天都有大批遊客 進入清流部落觀光消費 不過現在只剩下 例假日才會有遊客進來 讓原本滿是攤位的部落廣場 現在只剩下兩三個攤位 正在苦撐 雖然遊客漸漸變少 但鄉公所還是積極改造 清流部落內餘神紀念館的 軟衣停設施 尤其是館內令人詬病 已被太陽照到褪色的物色事件 歷史看板 過去經常讓許多遊客 進了館內 卻不知道要看什麼的尷尬狀況 也將預計在今年年底修繕完畢 電影熱潮消退 但務社事件的歷史故事永遠不變 所以公所向中央圓民會 爭取館內設備改善經費 就是希望能藉著部落本身 就是故事的基礎之下 讓賽德克巴萊的故事 繼續受到外界的關注 記者讓我南投仁愛採訪報導